大家好 欢迎来到新新闻频道 我是美玲 外界关注到由于就业市场的严峻形势 许多年轻人开始涌向工厂流水线工作 甚至部分本科毕业生也进入工厂 从这技术门槛较低的铁力劳动 比如说高中大学毕业的陈先生主修旅游专业 但是由于旅游业不景气与缺乏人脉 他最终选择进入重庆一家塑料制品工厂担任质检员 他表示工厂工资普遍比酒店业要高住2000块人民币 还有网友发视频表示 他们工厂新来的RO大学生在车间做贫检 一位教祖阿凯的男孩表示 他刚毕业就进工厂工作了 岗位是福迪电池质检员 干了差不多快一年了 两班倒 半个月一倒 白班一天要打六次卡 晚班要打四次 上班五天八小时拿的是底薪 八小时以外呢算加班 平时是一个小时是1.5倍时薪 周六周日的是两倍时薪 主要赚的还是加班费嘛 一个月加班六十个小时到顶了 不会让你多加了 没有杀活的话就双修呗 最近厂里不好做了 加班又砍了二四个就只有四四个 少了一千多块钱 下个月是要吃土了 大学生毕业进工厂的现象 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 一些网友指出 工厂工资虽然比大多数白领职位要高 但工作时间长而且非常的辛苦 还有人感叹 这些市场已经卷到坏死的地步 全国研究生到处都是 本科生还想着全都做办公室 那是在做梦 这反映出中国职场竞争压力日益加剧 根据这连招聘的统计 普通本社毕业生就业率仅为33.2% 更令人担忧的是 未来的15年内 中国将面临累计6000万失业大学生的巨大挑战 相当于一个省的人口总和 今年失业率的飙升已经引发广泛关注 中国国家统计局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 7月中国全国城镇16-24岁劳动力失业率为17.1% 25岁-29岁失业率为6.5% 较6月增加了0.1% 而30-59岁失业率为3.9% 较6月下降了0.1% 那么需要注意的是 这些数据并不包括再笑声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表示 失业率上升主要是由于毕业季应届毕业生 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 2024届普通高校毕业生 预计将达到1179万人 这进一步加剧了就业市场的压力 一位刚毕业的男生表示 他现在真的是要快崩溃了 大学生现在找工作都这么难吗 难道没有家庭背景的支撑 大学生真的是毕业及失业吗 本科毕业后才发现 现在大学生真的是烂大街了 一抓一大把的 今天是2024年7月21日 离开学校已经半个多月了 自己在外面租了一个小单街 每天在好几个招聘软件上 投出的简历都是 石沉大海回复寥寥无几 大学生引以为傲的身份 真的常常可能一起偷下长山 我想明白为什么 那些招聘营业生的公司 出家条件都是要有 一到两年的工作经验 石沉大学生一毕业就有工作经验 好多人有个面试机会 总会被各种各样理由拒绝 经验不足啊 专业不对口 技能太激烈 该男生表示 这些理由就像是一座大山一样的 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像他这样的普通二本毕业生 真的是很无力了 他的期望值一再降低 却仍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男生表示 他们宿舍一共是六个人 那些家庭背景好的同学 毕业后通过关系 顺利找到理想的工作 而他却还在四处奔波 没有背景 作为大学生 仿佛出路变得异常狭窄 这位2023年本科毕业的女生也表示 她这样的学历条件不算好 也觉得找一份好的工作比较难 到今年他觉得就业环境就更难了 总是刷到一些24届的一届生 说找工作特别难的问题 其实我想跟你们说 是今年的就业形式是真的太差太差了 你不要说24届的一届生找不到工作 就包括和我同届的23届 我身边很多朋友 都还处于一个失业的状态 就其实今年整个就业环境来说 除非你是一些顶级高校毕业的 什么98521真的自身条件非常好 你出去自身有核心竞争力 可能有一些大公司 真的是能够抢着要你的 但是作为双飞二本毕业 不管是一本不管是二本也好 就真的不管学任何专业 其实我觉得出了社会之后 基本上是没有核心竞争力的 像我们这类学生 你会发现社会上一抓一大把 现在我身边很多在工作的朋友 其实都有反应 公司其实变相的在压榨劳动力 要么降薪 要么就是增加工作时长 近年来大学毕业生数量迅速增长 从2015年的749万 增加到2023年的1158万 预计未来每年都将保持在1100万以上 然而能够提供的稳定计计岗位 却在减少 2023年 全社会仅能提供475万个稳定岗位 比2021年的1108万大幅下降 这种供需不平衡导致越来越多大学生 难以找到理想的就业机会 这些就业市场的恶化 不仅与毕业生的人数激增有关 还受到GDP的增速放缓和自动化技术发展的影响 有数据显示 过去每1%的GDP增速能创造大约是127.2万个稳定岗位 但是这一数字在2023年已经降至91万 即使GDP保持5%的增速 每年也只能创造大约是450万个稳定岗位 远不足以满足每年超过1100万毕业生的就业需求 与此同时 经济专家表示 目前中国消费增速的持续下跌 甚至是负增长 显示出经济波动已经开始影响普通人的消费行为 要求政府尽快采取措施扭转这一趋势 避免节疫缩时成为常态 据悉 中国上海 北京 广州和深圳 这四个一线城市在2024年6月消费数据出现显著的下滑 有分析指出 居民由于就业和收入预期的下滑 变得更加谨慎消费 天丰证券研报分析指出 6月一线城市消费显著下降受到两个短期因素影响 7.618大促销时间提前 导致线上消费在5月有所集中 7.2.汽车消费疲软 尤其是在北京 广州与深圳 汽车销售增速分别为 负13% 负8.3%和负3.2% 有个信号需要注意 一线城市 没人消费了 大街上的食体店 客流兮兮兮叔叔 老板惯在嘴边最多的就是 生意难做 数据也很尴尬 整个6月北上广山的承接单 集体铺街 摄灵增速分别是-6.3% -9.4% -9.3% -2.2% 货房老婆全是负增长 一线城市消费的疲软 餐饮行业赶上最值 上海那些网红餐厅 现在不用排队 拿熊猫老家火锅来说 被各种明星网红打卡 是曾经的排队王 但是从去年开始 接连关门倒闭 一度被称为是魔都火锅界地震 当然被震崩的 还有上海的住宿和餐饮业零售物 今年一到四月份同比下降2.5% 北京深圳广州情况也比较低迷 没有跑赢全国平均数据 中国人不是讲究名义食为天吗 如果餐饮行业都在过冬 说明消费的情况已经是到比较严峻的场 我们可以看到市中心大量商铺关门 真的是太萧条了 落大的上海一个小型的步行街上 你看有人没 现在晚上7点钟 比那个跟啥一样 跟乡下一样的安静 你知道现在的实力有多难吗 这家店 就是我去年还一直在这边开茶馆 现在变成一个洗脚店 我不知道今天咱们没开门 基本上除了那个 除了那个药店 除了那个美甲店 除了那个美发店 美发的 除了可能其他全部换了 还有我那边我经常去吃那个面的那些 我这次出去之前还在 还去吃了 回来又没了 就很多门面 可能一个季度就换一批人 现在的实力有多难 官方数据显示 尽管考虑短期因素 但整体上半年一线城市消费表现 依然是不及预期 在1月至5月 这四个城市的摄灵总额年增速 都低于去年的同期和全国的平均水平 同时呢 除了这四个城市以外 天津 杭州 厦门 宁波 和南京 在上半年 摄灵总额年增速也比较低 网友表示 现在牛羊肉牛奶集体降价 消费降级已经蔓延至一二线城市 中国人讲究民以示为天 如果我们在吃的方面开始省钱 那就说明消费降级的情况可能真的已经很严重了 大家都知道之前是牛肉连跌半年多 价格跌成了猪肉价 现在连牛奶价格也跌了 严重到奶价和成本出现了有记录以来的第一次倒挂 而这还是在原材料市场方面 下游的餐饮服务业问题就更严重了 现在很多城市的餐饮家蒙店 茶饮店都开始追求降价保料 但结果却是降价后的头部餐饮没人买账 10块钱的剩菜盲盒反而成了热销品 正如很多业内专家所说 目前想要破局就必须要聚产能加提振消费 但刺激消费说了这么久 要有效果谈何容易 今年以来 消费降级成了热议的话题 更加令人担忧的是 消费降级不再是三四线城市的问题 如今一二线城市也开始显现这一趋势 有数据显示 一线城市的消费不仅没有推动全国市场增长 反而还拖了后腿 以北京为例 上半年前市GDP增速为5.4% 其中餐饮消费的低迷 成为拉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重要因素 进一步影响了经济增长 有人认为 一线城市的消费快速降级 可能与房地产和股市息息相关 通常呢 这些城市的房产和金融行业 更为发达 也更容易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上半年 全国居民的财政净收入增速明显放缓 而G收入类别 包括居民从金融资产 住房等费金融资产中 获得的利息 房租等收入 在北京的居民收入当中 唯独这部分出现负增长 在于当前房地产和股市的表现 大多数人对G收入的未来增长并不乐观 由此可见 当前消费降级的问题 可能比预想的要更为严重 有人甚至悲观的认为 如果一二线城市无法扭转这一局面 核心地区的消费持续低迷 那么中国可能将迎来新一轮的消费降级 好的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您订阅 点赞 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